好 这里我们要来看到第二题 他说以致爸爸比亚维的年龄多25岁 爸爸比较多多了25岁 且6年以后爸爸的年龄会是亚维的两倍多5岁 这什么意思 就是6年后各位同学要注意 6年后父亲也就是爸爸的年龄会比亚维 也就是小孩子的两倍 然后再多5岁 好 那么要问说亚维今年几岁 那我们先来做看看 我们当然就是假设雅维今年X岁 那如果他今年X岁的话 因为他爸爸比他多25岁 所以他的父亲今年就是X再加上25岁 好 简介下来6年后 我们要用6年后来列试 6年后以后亚维会多了6岁 所以6年后亚维会变X加6 那么父亲也是一样要多6岁 所以他除了原本的X加25以外要再加6 换句话说 6年后亚维跟爸爸要同时多6岁 这时候他们的关系就会变成 爸爸的年龄会是儿子的两倍再多5岁 因此我们就可以列试 父亲的年龄 父亲6年后是X加25 再加上6年 会等于儿子的两倍 儿子也就是亚维 他是X加6岁 在6年后 他的两倍就是乘以2 然后再加5岁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我们来解看看 X加上25再加6 就等于加上31 会等于这里乘开以后 就会变成2X加12 再加5 好整理一下 X加31 会等于2X 加12再加5 就会等于加17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移向的动作 我们把这个X给移向过来 然后把17给移向过去 于是四字的左边 就会变成31 加17一向过来 变减17 会等于四字的右边 就是2X 然后X一向过来 就会变成-X 那31-17 就会等于 这个14 然后会等于2X-X 就会等于X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X就会等于14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雅维今年14岁 这样就做完了 雅维今年14岁 好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就是假设雅维今年X岁 那么父亲因为比他多25岁 所以就会变成X加25 但是6年以后 各自都要加上6岁 那么6年后他们的关系是 爸爸的年龄是雅维的2倍多5岁 因此我们就得到说 父亲会等于儿子乘以2倍加5岁 然后我们把四字列出来 写出来就可以算出答案了 以上呢 这就是第二题的做法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要说 瑞士国中新生编班 以至将要编成A班 那么如果每班编25人 你看喔 X班级每班编25人 那么会多出12个人 那么如果改成每班编30个人 那么就不够8个人 请问A等于多少 好那这里他有两种编班方式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种方法 就是第一种编班的方法 好 总人数是多少勒 总人数啊 第一种编班的方法 总人数勒 还有A班嘛 会等于A班 然后每班编25个人 结果还多12 多出12个人来 所以要把这12个加回去 因此第一种编班的方法 总人数勒 是A乘以25再加上12 那第二种方法勒 我们来看方法2 第二种编班的方法 方法2的总人数是多少 方法2啊 他A班 但是每班编成30个人 那么不够8个人 所以他的总人数会变成 有一个班级 乘以每班30个人 但是不足8个人啊 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啊 要减少8个人 好 那不管是第一种方法 或第二种方法编出来的 这个总人数啊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唯一有改变的 就是编班的方式 并没有改变总人数嘛 所以我们又知道说 这个第一种方法 算出来的总人数 跟第二种方法 算出来的总人数 应该要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式子勒 列成啊 第一种方法 A乘以25 加上12 会等于第二种方法的总人数 A乘以30 减8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A乘以25 就是25A 加12 照超 会等于A乘以30 就是30A 减8 照超 好 我们来移向 把这个30A移过来 把这个加12移过去 所以呢 左边呢 就会变成25A 减掉30A 会等于右边 原本是负8 加12移向过去 会变成减12 好 整理一下25A 减30A 不够减嘛 所以就会等于负5A 会等于负8 减掉12 等于负20 好 再把负5呢 给移向过去 负5在这里是乘的 所以移过去 会变成除的 因此啊 A就会等于负20 除以负5 那负负得正啊 20除以5 所以算出来就是4 所以他就知道 他每个年段是4班了 好 这一题呢 其实是只有两种边班方法 那这两种边班方法 和总人数是一样的 因此 你只要把第一种方法的边班方法 算出来的总人数 跟第二种边班方法 算出来的总人数 给他列出一个相等的式子 那么就可以进行减一元一次方程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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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